先來看到血液安全庫存量是7到10天 4到7天是偏低 4天以下則是急缺 而根據台灣血液基金會統計 截至昨天上午7點30分為止 全台血庫都只夠用4.9天 各血型也都呈現偏低的狀態 其中A型血呢 庫存量剩下4.4天 B型血剩6天 O型血剩4.4天 AB型則是剩下了6.9天 再來關心各縣市血液庫存量 只有新竹捐血中心是比較正常 還有7.4天 台中跟台北一樣 捐血中心的庫存量剩下4.6天 但其實最吃緊的是高雄捐血中心 只有4.2天 而台北捐血中心進一步指出 北市最高級的血型分別是A型跟O型血 都只剩下4天 B型血5.4天偏低 而AB型血呢 則有8.4天在正常範圍 因為募血量不如預期 已經啟動了減量供應給醫療院所 捐血中心進一步分析 因為最近影響捐血呢 首先是極端氣候 因為前陣子一直下雨 最近又天氣太熱了 讓民眾出門的意願降低 再加上暑假出油潮 才會導致捐血量大減 也呼籲民眾可捐起袖子 捐血一帶就人一命 為血庫補充戰力